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请翻到诗篇134 诗篇134 第一节 神的仆人夜间站在神殿中的 你们当称颂神 第二节 你们当向圣所举手 称颂神 第三节 愿造天地的主从习安赐福给你们 阿们 这里是《上行之诗》十五篇当中的最后一篇 是他们的结尾诗 同时也是他们的最高诗 因为按照他们的传说 当你唱到最后一首 唱到第十五首的时候 你已经从山下来到山上 你已经从外院进到内院 你已经站在圣殿前 你已经预备好要见神 所以当我们走到诗篇的一百三十四篇 这代表的是今天一个信徒信仰的高峰 也是今天一个信心所追求的最后目标 所以这一篇诗对你我来说 是个很重要的教导跟提醒 也告诉我们什么才是今天信徒要追求的生命征服 虽然只有短短的三节 但是三节当中却带着很多对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 那从第一节开始 他说神的仆人 那很抱歉啦 他一开始就有设标准跟要求 从第一节就告诉你这一篇蒙恩最高之诗是给谁的 是给神的仆人 如果今天你说我不是神的仆人 很抱歉啦 这一篇诗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从一开始他就定下了蒙恩得福见主面的要求 就是你要做神的仆人才可以 在今天的社会我们不太用仆人这个字啊 其实他甚至他原来的意思不是仆人喔 他原来的意思是奴隶 你可能听到这一句话你就不太舒服喔 如果你的老板叫你 称呼你员工 你可以接受嘛 如果你的老板叫你奴隶 告他 虽然有时候其实本质上可能差不了太多喔 所以啊今天我们都不能接受奴隶的制度 因为我们是在民主国家里面长大 我们讲人人平等 人有权利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不是任何人的奴隶 你觉得我上班付出努力 你老板付我薪水天经地义 所谓我不欠你什么 在公司你可能是我的主管 离开工作我们都是平等的 这是我们今天现代人的观念 但是今天当我们讲到信仰 当我们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 这里说当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要认识自己的身份 因为卑微的你我是不能够与神平等其高的 所以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那什么叫做仆人 仆人就是我是属于你的 甚至更进一步什么叫做奴隶 我的连生命都是归属你的 我就是在这个家中 我就是生在家中 长在家中 从来不离开这个家 你的旨意就是我生命的使命 这个就叫做仆人啊 所当今天一个人来到神面前 认识到自己是神的仆人 那接下来 这一篇所说的恩典应许跟习安之福 才与你有关 为什么要特别讲仆人呢 因为认识到你自己的身份 才能够清楚知道该进的本分 因为认识到你该进的本分 你最后才能得到那要应许给你的福分 所以因为身份而知道本分 完成本分而得到福分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人生 那但是如果你说我不要做仆人啊 我信耶稣哦 我虽然信耶稣 但是我跟神平等 我不接受仆人 我可以做朋友 这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仆人必须顺服主人的旨意 朋友只是互相聊天 彼此的建议做个参考 而在信仰当中 如果你把自己当作朋友 什么意思 就是神说的我做做参考就好 但是啊我的人生我决定 我的方向我选择 所谓我自己来决定我人生的 我自己来创造我人生的价值 讲到最后就是 我是我人生的主宰 这就是用朋友的观念来看信仰 有也好没有也没有关系 朋友好的时候常常聚在一起 出去吃个饭 这个叫朋友啊 吵架了不高兴了 你讲的话我不喜欢 听再见不联络 就是朋友嘛 反正大家都是平等的嘛 所以以这种观念要坚持信仰走到最后太难了 神可以把你当朋友 好像神把亚伯拉罕当朋友一样 但是那有一个大前提 叫做亚伯拉罕在神面前俯伏下拜 因为亚伯拉罕把自己当仆人 完全顺服神 才会有进一步的神把他当朋友 所以第一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份认识清楚 就像我们所说 身份 认识身份 才知道自己当境的本分 所以你的身份是什么 像如果今天 你的身份 讲身份 今天你如果是Bill Gates的儿子 这是你的身份 那你就会有一些你应当要做的本分 蹲在路边乞讨就不会是你的本分 你的人生会有目标 你的人生有追求的方向 你有期望 你有努力的目标 那是因为你知道你是谁 我们今天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份 所以我们会努力工作 我们会建立家庭 作为先生的 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努力工作供养家庭 作为父亲的身份 你拥有父亲的身份 你就知道你对你的儿女有应当尽的责任 那这就是因为身份而认知自己应尽的本分 所以第一个就告诉我们 你来到神的殿 你想见神的面 要先弯下腰来 谦卑欲备见主 第二个就是一个选择 选择什么呢 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 我们是神的仆人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 Let's all turn to Matthew chapter 6 马太福音的第六章 Matthew chapter 6 第六章的第24节 Matthew 6 verse 24 马太福音六章24 Matthew chapter 6 verse 24 这里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饿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轻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我们昨天有谈到说 为什么以色列人为选民 但是他们的历史却充满了眼泪 你会觉得很奇怪 成为选民 有约会同在 撒摩尔大先知 却被敌人践踏在脚底下 而且是处在应许之地 却得不到任何的应许之福 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活得这么惨 为什么 到最后就是一个不专心 所以撒摩尔问他们 他说你们心怀恶意要到几时呢 你们又拜神又拜偶像 又想要信仰又贪爱世界 到最后就是一无所有两手空空 有时候我在聚会的时候曾经跟信徒说 我会说 讲一个非常现实的事啊 说我们信耶稣要想一想 你要就好好信 要嘛就不要信 当然啦我下来之后就被负责人叫去讲话啦 他说吧 他说你传道你讲这样子喔 那个不是很好 但是啊我如果告诉你我很真实的想法 如果你要贪爱世界 你就去吧 你至少你的人生里面 你有得到一点什么嘛 世界嘛贪爱嘛 你就得到了一点什么嘛 你活着的时候贪爱世界死了 在地狱受永远刑罚 但是你至少有什么嘛 糟糕 糟糕 等一下去货房可能只是要跟我讲讲话啦 其实这是我很真实的想法 你要贪爱世界你就好好去贪 活在罪中死在罪里 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要信耶稣你就好好信 你再是为耶稣受苦 但是你有来世永恒美好的盼望 所以你要信耶稣你就好好信 我觉得人生最悲哀的是什么 再是信耶稣但是信的不上不下 有信主信的不认真 知道要守到但是喜欢游走在那个灰色地带 知道有天国但是没有很想去 知道神在看所以又不太敢犯罪 所以信耶稣信的不认真不努力 但是贪爱世界又没决心又不敢过去 但是结果人生走完又进不了天国 我就想要问你一句话你在搞什么 我觉得这个叫做人生的悲哀啊 在世间也没有办法做你想做的事情 离开世间又不能够进天国得永远的福分 所以要信耶稣要想清楚 主耶稣不是说吗 他说你要盖房子的人你要坐下来计算清楚 你不要盖到一半盖不下去就被人家笑死啊 我第一次到多米宁家 我就发现很奇怪他们很多房子都盖一半 有的只有两面墙 有的有墙没有屋顶 有的有墙没有地板 有的有墙没有地板 我就想说你们这在干什么 他们跟我说因为没钱 所以都是有多少钱就盖多少东西 但是因为小弟学经济学的 我的工作也是跟投资财经有一些关系啊 以前上班的时候 我有学会 你会看不懂耶真的看不懂啊 你会觉得说他们的想法很奇怪 所以他们会贷款买一块地 但是没有钱盖墙壁地板屋顶 然后就让那块地一直荒凉在那里 但是生活又很苦因为贷款很重 我真的看不懂你 那你这样你贷款到底得到了什么 因为你住不进去啊 所以有个弟兄带我去看他买的房子 他们的利息 贷款利息是10% 没有建议啊 只有一块地 然后我说那你现在呢 他说我正在准备贷第二个款来做地基 因为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是这样子啊 慢慢弄慢慢弄 弄个二三十年 说不定有一天会盖好啊 你看到一大堆的房子都是盖一半的 盖三分之一的这样 很多房子啊都是啊 有的还有住有人住在里面喔 但是啊 反正就是断圆残壁啦 反正你会觉得非常诡异啊 所以啊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没有在算的 他们没有长城的计划 没有他整个完成的计划 有一步走一步 今天有钱就把它全部撕掉 有时候啊 那个缺乏计算的规划的能力就是这样 其实生活这样喔 其实最糟最糟就是辛苦一点啦 对不对 你生活这样 你最糟就是你没有远程的计划 你生活苦一点 最糟就是这样 但是你如果信仰这样 最糟的结果就是你完蛋啦 把自己的信仰不上不下 上上不均天国 下得不到世界 那你到底要做什么 圣经里面讲到一个比喻叫做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 不是吗 所以有一次我问学生联会的学生 你们要做财主还是要做拉撒路啊 我们的小朋友都好乖啊 标准答案要做拉撒路啊 我说真的喔 做乞丐喔 剪掉在地上的东西吃喔 全身长疮喔 唯一的朋友就是一只狗喔 你确定你要做拉撒路吗 我可能吓到了那些小朋友喔 大家眼睛大大这样看着我不讲话 我说你到底要做财主还是要做拉撒路啊 有的小朋友比较聪明啊 传道传道 我要在世做财主来生做拉撒路 我眼睛睁很大变成我在看他啊 我心里想喔 这个不错这个长大哈可以加剧读神学院 我跟他讲说啊 你所求的圣男啊 就是不容易啊要得到不容易喔 但是我跟所有的小朋友讲啊 不管你怎么选 有一个选项千万不要 什么选项你千万不要呢 你千万不要在世做拉撒路 结果死后向财主啊 千万不要啊 所以你必须要做一个选择 你到底要做神的仆人还是要做世界的奴隶 你到底是要走上旷野朝着应许地前进 还是留在埃及继续做埃及的努力 而这个选择没有人能够帮你做 传道长职负责人没有办法帮你做这个决定 甚至你的父母都没有办法帮你做这个决定 因为这是你的人生 你必须去承担你所选择最后的结果 所以你自己学你就要看见你所要面对最终的结局 所以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谁 我们都是神的仆人 因为我们是神的仆人 我就可以继续讲下一节啊 因为下面的就跟你我有关啦 我们看回来第一节 诗篇的134篇的第一节 这里讲说神的仆人夜间站在神殿中的 你们当称颂神 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我们的身份是神的仆人 但是接下来说我们的所在之处所站之地是哪里呢 这里讲说我们都站在神的殿中 这个我们昨天也有谈到一些啊 我们讲到122篇里面说要站在耶路撒冷 对不对我们讲说我的脚要在耶路撒冷的门内啊很好哦 很好但是不够 你们发觉说从前面122到134你的位置一直在改变 信仰的起步信仰的开端你能够站在耶路撒冷就不错啦 神对你的要求不高 乖乖信主乖乖聚会乖乖读经祷告就是这样子而已 但是随着你信主的时间越来越长 神对你的要求跟期望也越来越高 信仰没有长进就叫做退步 这个是非常正常父母亲也是这样啊 随着孩子的年纪越来越大 你对他的期盼也越来越高 当你的小孩五岁的时候 跑过来妈妈妈妈妈抱一下很可爱 当你的小孩二十五岁的时候 哭着跑过来说妈妈妈妈妈抱一下 你可能会很想跟他一起哭啊 因为小孩在小的时候他什么都不会 因为他就是爸爸妈妈帮忙 但是当你的孩子长到二十五岁三十五岁四十五岁 什么东西都是爸爸妈妈帮忙 父母亲绝对笑不出来的啊 一点都不可爱 而且很难过 为什么因为没有成长 父母亲期望儿女能够长大成熟 神对我们的期盼也是能够逐渐能够坚强战力的闻 所以从站在耶路撒冷进到站在神的殿中 但是谁能够站在神的殿中呢 我们不要以为谁都可以进去啊 我告诉你这个圣殿 他平常普通以色列人是进不去的 只有立位人祭司才能够进去啊 以色列人都在外面而已啊 都只有到外面而已 献祭也是在外面 通通不准进去 里面只有谁 只有侍奉神的祭司跟服侍的立位人而已 就是属神的支派 就是全心奉献给神的祭司 所以啊今天你不要只是成为以色列人 你要从以色列人变成服侍神的祭司才可以 所以圣经里面记载有一次以色列人犯罪得罪神 他们拜偶像那个拜金牛赌不是吗 他说啊摩西看了很生气啊 摩西说你们这样子啊 让仇敌大德亵渎神的机会 所以摩西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摩西说属神的到我这里来 圣经里面讲说立位支派就集中在摩西的身边 从此就开启了一个支派不一样的人生 成为以神为产业的立位人 所以我们讲说今天生命都要受选择的 当摩西喊出属神的到我这里来 你还要挣扎多久 你还要犹豫多久 你还要转身背对着神多久 这里讲说他们就聚集在摩西的身边 以神的意志为他们生命的使命 从此就不一样了 有资格进到神的殿 有资格势力在神面前 这里就讲到说站在神殿中的人啊 所以今天我们要站在神的殿中 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的 叫做全心归向神 生命归属主 那你就能够站在神的殿中 我们刚刚讲了身份 我们讲了地点 第三个我们要讲时间啊 这里讲说夜间站在神殿中 这里为什么特别要讲夜间呢 因为晚上常常是 晚上黑暗当中常常是人最忽略的 因为啊黑鸡鸡也没有人看到嘛 你在做什么也没有人知道啊 所以啊你看当我们来到会堂的时候啊 我告诉你啊来到会堂大家都是好人啊 这个之前讲过了嘛对不对 来到会堂又温柔又善良 说话和安可亲对人温文有礼 为什么因为有人看啊 弟兄姐妹在看那传道盯着你啊 因为有人看你就很属灵啊 夜间呢 如果你身旁没有其他的 真耶稣教会的信徒 请问你在做什么 请问你在说什么 在这里讲说夜间没人看见 我一样站在神的殿 我一样站在神的殿 因为虽然没有人看见 但是在上有见察的主 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了 这是我在几年前遇到的一件事啊 教会有一个很好的弟兄 这个弟兄很爱族 而且参与了很多的服饰 这个弟兄有一台车 这台车基本上大部分是拿来教会使用哦 因为就是他基本上 教会有需要用车 他都把他的车拿出来 谁要用都可以啊 只要是做圣工都没有问题 有一次他的车子被人家从后面撞了 就对方撞他嘛 就要去弄保险啊 拿去修啊这些事情 那台车是很老的老车啦 所以那老车上面坑坑洞洞啊 这里刮那里伤啊很多啊 所以他就拿去给那个保险公司 就是专门在检查 那个保险公司在检查的地方 来看到底要赔多少钱啊 所以他帮到保险公司的车子 然后那个车子 那个在检查的人啊 一面讲就一面跟他说哦 你这个撞到后面啊 哦那个保险桿有点受损 哦那个后车盖 后车厢盖不太起来 哦OK哦就这样子哦 然后那个检查的人又绕绕绕绕绕绕 到车子旁边啊 他说你这里有伤痕 哦 look at that there's a scratch over here 啊是这一次的吗 我们弟兄说no 哇你这里有凹一个洞 啊是这一次的吗 我们那个弟兄哦 越来越不耐烦哦 跟你讲撞到后面 撞到后面再后面 但是那个公司的人 就一直跟他说啊 没关系啊都报都报 我通通帮你写进去 我帮你啊把那个前面的灯罩玻璃打破 你可以换新的全新的 没有关系啊不会有人知道的啊 啊结果我们这个弟兄说 跟你说那个跟这一次车祸没有关系 只有后面就是bomper跟那个后车盖 没有人知道神知道啊 结果啊这个一直叫他一起修的这个检查的人啊就笑了 然后就跟他说来来进来里面 进来里面办公室 啊我们就到 他就到办公室里面去坐下来啊 啊然后啊他就跟他说啊 其实啊我不是inspector啊我不是来检查 我不是检查这个车子的 我不是检查这个车子的 我是从保险公司派下来的人 因为我们怀疑有很多这种contract的地方啊 就是有合约的facility在骗保险公司的钱 但是你真是一个诚实的人啊 所以我决定了 他说哇诚实的人应该要被reward 要被奖赏哦 所以啊这个人就跟他讲啊 我决定了我把你的车就当做全毁吧 他就拿那个指柱来要记录此车全毁 所以赔偿全毁的费用 然后就把那个钥匙丢给他说这车送你啊 车子全毁但是车子归你啊 我们那个弟兄就这样愣在那里啊 可以这样吗这样有合法吗 保险公司说可以啊保险公司说了算 保险公司的人说诚实的人应该要被奖赏 其实啊他可不可以跟着社会上很多人一样 用骗的来得到好处 但是他说没有人看见神在天上看啊 这个叫做夜间站在神的殿中 这个时候手道理已经不是为了得好处 手道理因为那是我们基督徒转变得到的天性 有没有人看见夜间你都在神的殿中 因为在上有监察我们的主 夜间同时代表生命进入黑暗 遇到患难 生活遇到困难 人生遇到挑战 有时候生命好像进入夜间 进到黑暗一样 所以啊这个夜 所以我们讲说从120到34 这是一个生命的转变 从第120章的第一节就是进入夜间 叫做我在急难中 不是吗 可是因为在一开始 你一进入夜间就是 祈求神解决问题 帮助我给福气 这是信仰的开端 到了一百三十四篇的夜间已经不讲这个了 因为你已经成长 成熟 扎根 认识你 为什么要信耶稣 信仰的目的从来不在于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而是要在夜间在神的殿中仍然看到金灯台的光明 虽然生活好像进入夜间 进入黑暗 进入困难 但是心中一样有神的光明 有盼望 有将来永远的荣耀 这叫做十五阶的改变 到了第十五阶 有没有帮助 有没有解决困难 生活有没有问题 对你来讲已经不是重点了 因为你的信仰已经从得恩典进步到得耶稣 所以保罗讲 有什么可以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说没有什么能够让我跟基督的爱隔绝 信仰不再是得恩典 而是在得着基督 所以你在夜间仍然坚持在神的殿中 那在这里特别讲说你在神的殿中做什么 其实在一节 二节 三节 它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在中文里面可能比较看不出来 第一节说 称颂神 第二节说 称颂神 第三节说 神要从西安四福给你们 前面的两节是你所做的事 他说 你称颂神 你称颂神 你祝颂神 祝颂神 你在黑暗当中赞美神 你在圣殿之中举手赞美神 走到最后第三节 神从西安之地伺服你 但是比较有趣的是 它其实三个用的是一样的字 就是你付出什么 你最后就得着什么 真的啊 就像 翻译刚刚有之前讲的 你种的是什么 你收的就是什么 你在信仰上付出 付出 到最后你就从神那里看到神所赐给你的奖赏 但是在这里到一百三十四篇 就像 苦难不再讲了 恩典也不是属于世界 然后在这里说 最后从习 祂说这个恩典乃从习安出来 而且特别讲是从造天地的主而来 信仰走到最后 得恩典你要的已经不再是世界上给你拥有得着的好处了 到最后就是 在习安见到主 这就是你生命当中最大的赏赐 因为认识神 看到神 而生命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所以神问摩西 你要什么 摩西说 我想亲眼见到你 我们一起来唱诗 我们唱诗第六十二首 感谢主耶稣的恩典 在这三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诗篇中的上行之诗 其实在我一开始看到安排表的时候 是蛮有压力的 指定题目再加上九节 所以的确是有压力 在准备的过程当中 在准备的过程当中 就有点好像在炸橄榄枝的感觉啊 我是被炸的橄榄枝的橄榄枝 因为里面的内容很多 那自己懂得又不足啊 所以在准备当中 还有跟弟兄姐妹分享 就好像那个在炸汁的那种感觉 但是同时又有另外一个感觉 叫做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 为要使我明白神的话 因为有了责任跟压力 所以我要让自己 逼着自己 一直看 一直想 一直看 一直想 对我是真的有帮助的 很多我以前没有想过的经节 没有想过的道理 就是这样被炸汁炸出来了 所以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生活好像被炸汁 或许是因为神在你的生命中有更好的预备 让苦难当中让你看见祂 所以我们不管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 就算进入了夜间 你我却常占神的殿中 愿主耶稣不断地祝福加添我们的力量 祂不断地帮助带领我们的脚步 让祢我都能够在信仰的路上 能够又长进又喜乐 我们一起到前面来祷告 所以让我们来到前面祝福 祢都来到前面祝福 祢都来到前面祝福 祢都来到前面祝福